大家好 我是阿斌 那今天為什麼要來到嘉義呢 因為在Netflix的世界小吃裡面 我竟然看到台灣美食 他介紹的是嘉義 所以我看完整個故事之後 我是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 所以我就決定來衝一波嘉義 好 那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是有個想法 為什麼Netflix這麼國際性的媒體 會找上嘉義這個城市呢 一直想不透耶 我想說台灣這麼多小吃 為什麼會找到他們 後來發現就是他們團隊 就先找到一個Youtuber 他叫做馬丁 然後馬丁又認識當地的一個 美籍的英文老師 那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他們就介紹嘉義這個城市 給Netflix這個團隊 我才解開我的好奇心 想說為什麼他們知道 嘉義這個城市有這麼棒的美食 嘉義的公車超難等 我覺得在嘉義坐公車啊 比在國外難耶 真的 這不誇張 就是國外你查完之後 他那個時間還有號碼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我發現嘉義不一樣耶 怎麼會這樣子 我朋友就說 你就搭個計程車嘛 或者是租個車嘛 但是就不符合我今天所期待 就是經歷的過程 還好有這間印尼的特色小吃店 讓我可以在這邊等公車 下一班確定是1點 所以我要等等看 還好可以直餓一下 他在那邊stand by 希望是我的車 拜託 來了來了 是不是是不是 106 太酷了 106 106 我坐上車了 哇天氣還不錯耶 爬坡 爬坡 到了 終於到了 Oh my god 遇到老闆 老闆剛才跟我解釋一下說 因為在FB官網有公告說今天休息 有點可惜啦 不過我就想說 都來了 然後就 參觀一下 然後 還好 老闆說可以外帶 所以我就等一下就外帶一個回去吃吃看 其實我喜歡這裡耶 我也是從台北撒下來的 還好我不孤獨 Jack 我叫Chang Chang 因為我們都是有看過Netflix的影片來嘛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講了一句話說 其實我是來吃故事的 你們也是嗎 對啊 對啊 我們那時候其實 就是因為 他那一集是介紹台灣美食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是選嘉儀嘛 對 對 他選嘉儀 他其實我覺得大部分時間是在介紹那個魚頭啦 可是 我們兩個可能對海鮮還好可以看到這個羊肉 然後又看到老闆那個 防毒面具一戴上 然後又進去那個 全部充滿煙的 我們就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而且我們上禮拜才看啊 你看我們都是 大家都是台灣人 既然 既然要讓一個國外的Netflix 告訴我們台灣有這種 就很感動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欸我起雞皮疙瘩耶 你看 對啊 因為其實有相同的感覺 對啊 而且現在很少人就是 願意這麼辛苦 去做做菜了 而且弄這樣三天三夜 真的是很費工 對 可是既然就知道好殘念 這也是讓我有安慰的地方 這真的是不是開玩笑 因為剛剛只是進去一下 然後 我就覺得老闆真的超偉大的 因為那個刺鼻味啊 跟 整個不舒服 真的是 都有 就是他那個真的是 沒有辦法呼吸 來 我簡單給 給三位 這麼專程過來 從台北溜溜滑板 滑了一路過來 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鍋 它特別在哪裡 雖然今天沒有辦法供應給你們吃 但是 這一鍋 它最特別的地方 我稱它叫 是一種單意 單意就是 這一鍋羊肉整個 燒了三天三夜 下來以後 它這個湯是變成 有夠爛的一鍋湯 所以你說 想要吃一碗羊肉 其實這一碗羊肉 它衝擊量 看得到肉 吃起來是整鍋 是浮掉的一鍋 那一鍋肉湯 那這一鍋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它源自六世紀 水草時代 傳承下來到現在一千五百年 在當代 六世紀當代 很流行 道家煉丹樹 道家煉丹樹 是利用一種 陰陽採地器 那我們這一鍋 它真的也可以陰陽採地器嗎 這一鍋 整鍋放到地洞裡面 放到地洞裡面 放多深 放到我腳採的地方 就是它的鍋蓋的地方 那鍋蓋的地方 那火在哪裡燒 就在地面上 鍋蓋上面 所以 整鍋放入地屬陰 地面上的這一個 蓋子上面的 這一個火 見光屬陽 它是標準的陽火 來燒煮地底下標準屬陰的 這一鍋羊肉 所以這一鍋是單一 這一鍋不是一般的羊肉 只是我已經沒有太多的體力 你們現在所記錄下來的 這一些都是公以後後人 能夠再回味 甚至於再製作一鍋好的 這一鍋單一的最佳見證 那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知道嗎 其實老闆啊 在影片中啊 講了兩句話 我看了非常有感覺 就是除了它的故事之外 我一直想要說 我就是要體驗那種感覺 那沒關係 今天沒吃到的話 老闆幫我們布 那兩句話 來一二三 當你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 你就有感覺到 整個氣勢 從嘴巴一直滑到你的下丹田 將由韌麥跑到都麥 直衝到百匯 那個氣罐整個全身的感覺 讓你感覺到那種舒服感 所以說 不管你在這裡吃 還是帶回家吃 都一樣可以讓你感覺到 哇 古時候傳下來的一種 單一的一種精髓 吃看看 好 謝謝